第28题,已知蜜元素,原子量为209,原子序为83,金元素,原子量为197,原子序为79,请问希伯格从蜜元素移除几个子子,几个中子,使蜜变为金,在我们国中的层住上面,我们的原子量呢,就会等于我们的质量数,而所谓的质量数呢,就是所谓的子子数加上中子数,而我们的原子序呢,就是我们的子子数, 所以呢,我们的那个B的原子序是83,而那个金的原子序是79,相减之后呢,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子子少掉四个,所以我们要去掉四个子子,而我们的B元素的原子量是209,也是原子量数是209,那么它的金元素的原子量是197,所以相减完之后呢,是差,相差的是12,所以呢,在这里就差12, 这12是子子加上中子相差12,而我们的子子已经少掉了4,所以12要减掉4呢,就剩下8,表示我还在少掉8个的中子,所以呢,我们子子要少掉4个,而中子呢,要少掉8个,因此第28题问我们说,希伯格从蜜元素中移除几个子子,几个中子,使蜜变为金,我们答案选的是A, 4个子子,8个中子